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二课的课文讲解部分 第十二课 它是关于Banks and Customers 银行和顾客的 好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句话 When anyone opens a current account at a bank, he is lending the bank money 当任何一个人在银行去开一个活期账户的时候 When 引导壮育从局 注意Open a current account 它的含义叫做活期账户 He is lending the bank money 它确实在把钱借给了银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不是表示正在 因为现在进行时的另一个语法功能 它的意思是强调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当任何一个人 后方主句是用he来代替anyone这个代词的 不管是谁 您只要是在银行去开了一个活期账户 那么他就是确实在把钱借给了银行 而repayment of which 注意 它是限定 是一个非限定性定义从局 而在这个当中的which 是代替前方的money 池老师再解释一下 repayment of which 这三个词加起来 是在定义从局当中 就是在这个非限定性定义从局当中 是充当demand的宾语 但是which 这个词代词本身 是充当借词of的宾语的 再说一下 repayment of which 这三个词加起来作为一个整体 是在这个非限定性定义从局当中 是做demand的宾语 也就是说 作为这个人 他可以在要求在任何时候还钱 大家可以理解吧 是要求在任何时候还钱 而which 本身是做of 借词的宾语的 它代表money 那么either in cash 下面方式状语 怎么还钱呢 两种形式 一 现金 or by joining a check in favor of another person 要不然就是开一张支票 注意 in favor of another person 的意思是开一张以谁为收款人的支票 in favor of another person 的意思是开一张以谁为收款人的支票 所以整个第一句话呢 我们再去归纳一下 在这句话当中啊 它整个的意思是这样的 当任何一个人在银行开一个账户 它呢 就着实再把钱去借给银行 而它呢 可以要求在任何时候去还款 两种形式 一 现金 二 开一张以其他人为收款人的支票 也可以表示还钱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需要着重关注这么几个语法现象 一 进行时态表示强调 二 repayment of which 非限定性电影重剧 所以这两个语法现象呢 大家要去加以关注 好 我们继续 那么在第二句话当中是这样啊 primary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结构 primary the bank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is that of debt and credit 总的来说 注意primary 它呢 是叫做修饰性副词 大家注意 一般来讲 副词是修饰整个单词 就是动词来讲比较多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它是修饰整句话的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修饰整句话 而不是修饰单个的动词的副词 叫做修饰性副词 它是表示作者的一种 对句子当中的一个整体限定的 那么它的意思是这么说 就是整体而言吧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is that of 就是that 它呢 指的是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 那么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debt and creditor 借方和贷方的关系 who is speech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customer's accounting credit or is overdrawn 那么到底谁是借方 谁是贷方 要取决于 顾客在银行的账户 是盈于呢 in credit 还是overjorn 还是透支 也就是盈于 那您属于这个借方 那么如果是亏损呢 那当然就属于贷方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这句话 刚才石老师已经说过了 这个that 就是在第一行里面的 primary the bank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一般而言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that of 这个that 指的是relationship 它是为了避免重复的 而你会发现who is speech 然后一直到我们最后的 这个overjorn 它呀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就是进一步呢 去说明在破折号前面的句子 就是什么叫做借方 什么叫做代方 而who is speech 它呢是现在分词短语 depending on 一直到最后这个overjorn 它的逻辑主语 而大家注意啊 在这个时候which 它既可以代表data 也可以代表creditor creditor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指债务人 也可以指的是债权人 而现在我们在最后 就是ved 什么什么一直到overjorn 它呢当然是做借词on 它的一个宾语了 所以在整个这句话当中呢 那么石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归纳 那么它的这句话当中啊 你首先呢需要掌握的第一个语法要点 就是一个高级英语当中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 而且是要有时候犯错的东西 那就是指代的问题 这个that 代替前方的relationship 其次呢就是一个 在破折号后方 它是用独立主格结构 去对破折号前方的句子加以解释 这句话是一个比较难度 比较大的一句话 那好 我们继续 而在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所去学到的另一个东西 是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what 它呢是表示比较关系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上一页 这个总的来说吧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其实就是借方和贷方的关系 就他们俩是不是说的相当于是这样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是借和贷 对不对 而现在如果我们要去说 A和B的关系 相当于C和D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用what 来表示比较关系 而现在呢 我们重点呢 是给大家去介绍三种句型 就是A和B的关系 这个就相当于是C和D的关系 那你看第一种 A is to B What C is to D 你看我们看第一块 Water is to fish What air is to man 水对于鱼的关系 就相当于是空气和人的关系 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指 这个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其实就是借方和贷方的关系 那么下一句 Tens to five What eight is to fall 十和五的关系 就相当于是八和四的关系 是一样的 也就是也可以翻译成这样 十比五 就等于八比四 也可以 那么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关系 是这样的写 What C is to D A is to B 这样也行 比方我们说 What food is to the body A book is to the mind 书籍啊 是对于心灵的关系 就犹如食物 对于身体的关系 是一样的 你想精神食粮嘛 But the gun is to a fighter The pain is to a writer 作家的比 就犹如战士手中的枪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状态是 What C is to D That A is to B 这样也可以 刚才那句话呢 还可以改成 What nourishing food is to the body That good book is to the mind 这个好书 对于心灵的关系啊 正如同是营养的食物 对于身体的关系 是一样的 那么下一块 What lungs are to the body That pox are to the city 就是公园对于城市的关系啊 就相当于是费 和人体的关系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啊 是说了三个部分 他们都是表示 A和B的关系 就相当于是C和D的关系 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借着刚才那句话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相当于是我们借方和贷方的关系 大家呢 应当去把它去牢牢加以掌握 这样的句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比方要去恰如其分 不能自己凭空的去 这个主观异断 好 我们继续 那么下面一句话呢 它是这样一个问题了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basically simple concept 但是呢 除了这样一个基本的 简单概念以外 那当然指的是 哪种简单概念呢 就是上文所提到的 银行和顾客的关系 有点像借方和贷方的关系 除了这个关系以外呢 The bank and his customer The bank and his customer Our large number of obligations Ware none 银行和顾客 互相之间 都会有很多的 义务 或互相都会有义务 大家注意 All obligation to Ware none 是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 石老师曾经讲过 就是对谁有义务 All obligation to somebody 好 我们再往下 Many of these obligations can give rise to problems and complications 这些很多的义务啊 大家注意 give rise to 是引起的意思 它呢会引起一些问题 complications 叫纠纷 或者是纠纷 But a bank customer 但是您知道 作为银行的顾客 注意unlike 是一个借词 tire是一个借词 那么作为银行的顾客呢 他不像 大家注意 say是插入语 表示比方说 这个叫做比方说的意思 但是银行的顾客 就不像 比方说吧 a buy of goods 和这个买东西的买主 就不一样了 哪不像呢 cannot complain that the law is loaded against him 就是说他不能抱怨 并从拒 这个法律制度 对他不利 注意你看 刚才这边 大家会发现 complication 刚才石老师已经说过 叫做纠纷 或者是复杂的情况 比如我们老说 allegal complication 叫做法律纠纷 好 我们继续 而这里面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构 就是beloaded against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对谁不利 它呀 是等于一个词呢 叫做biased 就是对谁有偏见的意思 就相当于是叫做 对谁有偏见 那么也就是说 作为银行的顾客呢 他和买东西的买主 所不一样的是 他不能抱怨 整个的制度 是对他有偏见的 你比方说 the justice system is loaded against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就是整个的司法体系 其实啊 是对于那些少数民族的人呢 是不利的 那么你会发现 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已经呢 是把第一段去讲完了 它第一段的一个结论就是 作为银行和顾客 除了有这样一种 借和贷的简单关系以外 其实呢 还会有很多的义务 那么比方说 作为银行的顾客 就不能抱怨 法律对他不利 而您知道 作为一个聪明 或者是非常敏感的读者 我们现在应该 马上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那么也就是说 既然义务是双向的 那为什么上一段 只讲了顾客 对银行的义务呢 因为顾客 对银行的义务特别少 而整个这个段落 整个这个文章 更加强调的是第二段 那么也就是说 银行对于顾客的义务 才是我们真正的要点 所以现在我们马上 就进入到第二段了 那么银行 它呢必须要去服从 或听从顾客的指令 这马上就开始讲 银行对于顾客的义务 And not those of anyone else 而不是那些 其他人的指令 注意 those 它指的是上文提到的 instructions 就是其他人的指令 当一个顾客 起先是在银行开一个户的时候 He instructs the bank to damage Debit is account only inspector of checks joined by himself 它也就指令银行说 只能是按照他的签名 他签的支票 把他的钱去划走 大家注意 Debit 它的含义叫做 把什么什么 寄入账户的借房 你比方说 the store debited the purchase to or against her account 那么也就是讲 作为这个商店呢 他呢是怎么着 是把他买的这个东西呢 是寄账了给他 就寄了下来 相当于是你欠人家的钱了 而大家注意啊 就是按照他所开的支票 inspect of 或者叫inspect to 都可以 他的意思呢 叫做按照的意思 当然inspect of 和inspect to 也可以改成 另一个状态 我们说的是 with respect to 比如我们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例证 我们说 a fine of one dollar will be imposed in respect of each day that book is overdue 那么也就是讲 就是如果 overdue的含义叫 到期嘛 也就是说 在书到期以后 每过一天 就会 有见于此 每天 罚一块钱 所以这个 这句话呢 大家重点需要掌握两条 一个呀 就是他前方的那个 就是在 你看 在第一 第一看什么 我们说的是叫debit 另一块呢 就是叫inspect of 鉴于 或者叫做根据 什么什么 都可以 好 现在我们继续 he gives the bank specimen of his signature 作为顾客呀 他呢是要把自己 签名的样本 交给银行 and there's a very firm rule that 而且有一个 严格的规定 再往下 that 注意 这儿呢是一个 同位与从具 什么规定呢 the bank has no right or authority 作为银行啊 没有任何的权利或权威性 to pay out the customer's money 这个pay out 支出的意思 要去支出顾客的钱 on 注意 等于前方的 inspect of 根据this 就按照一张支票 on which 定从具 which等于前方的check 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支票 干嘛呢 is customers 大家注意啊 相当于是根据一张支票 on which 在这个支票上 is customer signature has been forged 顾客的签名 被伪造了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啊 在这句话当中啊 大家需要关注 在 就是银行 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这个规定后面呢 是要用 that 加的一个同位与从具 去进一步解释 前方的 这个rule 是什么规定呢 那么也就是说 银行没有权利或权威性 来支出顾客的钱 而后方on which 又是一个定从具 来修设前方的这个check 在支票上 顾客的签名 被伪造了 因为我们在词汇里面说过 forge 一个含义呢 叫做建立 另一个含义呢 就叫做伪造 好 我们继续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 说完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 it makes no difference 而且呢 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that the forgery may have been a skewable one 那就是说 这个伪造 是技巧 非常高超的一次伪造 the bank must recognize its customer signature 而作为银行 必须要去认出 顾客的签名 for this reason 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there's no risk to the customer in the practice 大家注意 practice 它的含义叫做 惯例 这不是练习啊 这样叫做熟词PE 是老师再说一下 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银行的顾客 没有任何的风险 在哪一个惯例当中呢 大家注意 adopted by the banks 这是一个分词结构 做后置定语 而off 是一个介词短语 它呢 是在修饰前方的practice 惯例的 也就是说practice 它后面跟着两个定语 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是要 就相当于是把off 拖到这个adopted by banks的后面 是要让句子显得 更加的紧凑 那么后面有off短语 就具体解释了一下 哪一个惯例呢 printing the customer's name on his checks 就是要把顾客的名字 要印到支票上 所以咱们 如果是再解释一下 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银行的顾客 没有任何的风险 在这个惯例当中 这个惯例有两个定语 一是银行采纳的 二什么惯例呢 具体解释 那就是要把顾客的名字 要印到他的支票上 好 我们继续 如果这一点 会让这个作假行为 更加便利化的话 那么this 大家注意啊 他当然指的是前方的practice 就是把顾客的名字 印到支票上的惯例 这个事儿 如果会让这个作假行为 更加便利的话 It's a bank which will lose 这是一个相当于啊 是一个强调的关系了 那么也就是银行 它呢 干嘛呢 要去受损失 not customers 而不是我们的顾客要受损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去看一个词 叫facilitate 这个facilitate 它的含义就指的是叫 使什么东西啊 去加以便利率 比如我们说 computers can be used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这个电脑啊 它会让语言学习 变得更加方便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想表示便利的话 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说法 比如我们说 make something easier simplify facilitate smooth away ease 和spoonfit 那注意spoonfit 它的含义呢 指的是叫做 用勺去喂 就让你更加方便一点 我们总是说填鸭嘛 用勺子去喂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去把我们第12课的 课文去讲完了 但还记不记得 我们课文整个的大意是什么呀 第一段说的是 银行和顾客互相有义务 对不对 那么银行对顾客的义务 是一大部分的 而第一段的最后 说了一点点 几乎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银行的顾客 对银行的义务很少 而反过来 银行对顾客的义务呢 却非常多 它用的是一大段的情况去讲 所以这个文章呢 是来自于一个段落 叫做Customer Society and Law 就是叫做 Customer Society 就是Customer的含义呢 就叫做 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社会 及其法律 也就是讲 我们这个社会 是以消费者为基准的嘛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文 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对呀